大家好,我是三姐姐 大家好,我是三姐姐 我是新瑞的童工,也是迪迦伊伊的门徒 我是新瑞的童工,也是迪迦伊伊的门徒 爸爸在我自小的时候,就在国内的工厂做管理层 我爸爸在我小时候,就在国内的工厂做管理层 所以到我初中的阶段的时候,我家的供应是很丰富的 所以到我初中之前,我家里的供应是非常丰富的 直到我十八岁一天的早上 直到我十八岁的某一天早上 我们收到一通的电话,通知我们爸爸在国内发生了严重的交通意外 我们收到一通电话,通知我们说爸爸在国内发生了严重的交通意外 他当场离世 而令我们最震惊的是 让我们最震惊的是 在我爸爸旁边有一位女士 在我爸爸旁边有一位女士 同样是当场离世的,原来是她国内的太太 同样也是当场离世,原来是她在国内的太太 这个对我们家来说是一个很突如其来的消息 这个对我们家来讲是一个突如其来的消息 也令我们一家跌落一个深渊的里面 在我一个好像很无忧无虑的童年就是这样消失了 让我在一个无忧无虑的童年当中就这样突然消失了 当我们家面对爸爸的突然离世 我们家里面对这个爸爸的突然离世 和他对家里的不忠 还有他对家里的不足 这一份的双重打击让我妈妈患上了严重的抑郁症 这样的双重打击让我妈妈患上了严重的忧郁症 他每一天都耳泪洗脸,也都有严重的失眠 他每天都以泪洗脸,而且严重失眠 他不可以治理自己的生活 他无法治理自己的生活 而当时我还是读学位的 而且那时候我刚好读学位 我立刻就决定要出来工作 我立刻决定要出来工作 为了要去承担家里的经济 为了要承担家里的经济 要可以好好照顾我妈妈 又可以好好地照顾妈妈 我就决定即时地出来找工作 我就决定要及时出来找工作 我在我妈妈面前我表现得很坚强 我在妈妈面前表现得很坚强 但其实在我的里面有很多很多的恐惧 其实在我里面有很多的恐惧 我会很害怕我没有钱让我妈妈 我会担心我没有钱给我妈妈 我也很害怕我妈妈知道 家里的经济状况 她的情绪又会爆发 我也担心妈妈知道家里的经济状况 她的情绪又爆发 在我的里面有很多的缺乏 也有很多的不安全感 在我里面有很多的缺乏和不安全感 所以我唯一想到让我自己安全的方法 就是去赚钱 我唯一找到一个让我觉得有安全的方法 就是去赚钱 我觉得钱可以帮我解决所有的问题 我觉得钱可以帮我解决所有的问题 所以我选择了当时很辛苦 但又可以很赚钱的采购行业 所以我选了当时虽然很辛苦 但是可以赚钱的采购行业 还记得我第一份工作 就是在这里附近的文咸西街 的一间贸易公司上班 我第一份工作 就是在附近的文贤西街的 一间贸易公司上班 但是当时做采购的话 可以说是有上班没有下班 当时做采购这个工作 是有上班没有下班的 我每个月都要出差 我每个月都要出差 一个星期翻足七天 一个星期上足七天的班 朝九晚十 朝九晚十 我试过被上司委派我出差 去到杭州一个乡胶的工厂里做事 我曾经出差到杭州的乡下工厂工作 当时我是二十多三十岁左右 那个时候我才二十几岁 我要一个女孩在那个地方留一个月 我要一个女孩在那个地方留一个月 不让我回来 不让我回来 其实是一个很不合理 亦都是一个很危险的要求 其实这是一个很不合理 而且很危险的要求 但是当时我完全不觉得有问题 但是当时我完全不觉得有问题 我只是知道可以去赚钱 可以去给我妈妈一个好的生活 我只知道赚钱 要给我妈妈一个好的生活 即使是几无理的要求 我都觉得我可以挨过去 无论是多无理的要求 我都觉得我可以挨过去 就是这样的工作的光景 我过了十几年 就这样的光景我过了十年 我的身体越来越不好 我的心态越来越不好 我有很定时严重的胃痛 我又有定时的胃痛 又会头痛 甚至我的睡眠质素非常非常差 而且我的睡眠指数非常差 而且我跟当时还是男朋友的敌位的关系 也都非常之不好 而且我跟当时那个男朋友的敌位 关系也是非常不好 我当时常常都要出差的 所以其实我都很少时间可以陪我妈妈 我那时候常常要出差 所以我很少时间给陪妈妈 基本上我除了钱之外 我好像没有什么可以给她的 我好像除了钱之外 我没有什么可以给她的 其实她整天都是一个人在家很孤单 其实她整天都是一个人在家很孤单 就是当时我开始想越多 我开始反省我自己 从那时候开始我开始反省我自己 究竟我做人是为了什么呢 我做人是为了什么呢 当时其实我已经回母堂611了 其实那时候我已经回母堂611 我看到我身边的小组里面的组员 一个一个好像越来越蒙福 我看到我身边的组员 一个一个好像越来越蒙福 我都很渴慕 我自己都很想 拥有一个很蒙福的人生 我自己都很想要拥有一个很蒙福的人生 所以我就跟神祷告 我愿意降低我的薪金 所以我就跟神祷告我愿意降低我的薪金 我要宣告我要找一份 不用OT 又不用出差的工作 我宣告我要找到一份 不用整天上班跟出差的工作 让我可以去定时的翻小组 花手我的主日 当我可以稳定地回到小组聚会 还有回到主日 但其实在我的行头里面 这些要求我可以形容是妄想 可是在我这个行业来讲 可以说是一种梦想 但是当我这样来到祷告的时候 但是当我祷告的时候 神很信神 神很信实 他真的赐了一份 完全不用出差的工作给我 他真的赐了一份 完全不用出差的工作给我 人工没有少度 反而还比我之前的工作更高 人工没有少 反而比之前的更多 我开始感受到神那份的真实 我开始感受到神那份的真实 直到去四年前 直到四年前 我跟迪偉来到新瑞 我跟迪偉来到新瑞 牧师师母很大胆地 邀请了我们做青年牧区的导师 牧师师母很大胆地 邀请我们来做青年牧区的导师 其实这个是神对我这个工作狂 给我的一个很大的挑战 其实这是神给我一个很大的挑战 要我六天都放下 完全不想工作 要回到教会的里面 要我在六日完全放下工作 回到教会里面 周间其实我会用我午餐时间的时间 或者下班的时间 去预备青年牧区分享信息 在平常的时候 我会在休息的时间 去预备青年牧区的事情 其他公寓的时间 我会要来开组 其他的时间我用来开组 这样下去我发现 我好像一丁点 要OT的时间都没有 我发现我好像要加班的时间也没有 但是 是不是真的可以呢 但是这样真的可以吗 但是当我见到一群年轻人的时候 但是当我见到一群年轻人的时候 我见到神对他们的爱 好像同样的进入在我的里面 我看到神对他们的爱 好像同样也进到我里面 让我都很爱这一群年轻人 让我都很爱这一群年轻人 我就跟神来祷告 我都跟神祷告 我找少一点就找少一点咯 我赚少一点咯 我愿意为神来去服侍他们 我愿意为神来服侍他们 但是神让我在职场更加更加的发旺 但是神让我在职场上越来越发旺 是的 我好像做少了 我好像做少了 但是神让我可以有升职加身 可是神让我又升职加薪 甚至提升我去做部门的主管 甚至提升我到做了部门主管 当我以为我已经非常非常满足 我的工作和服侍的时候 当我以为我很满足我的工作和服侍的时候 神再给我另外一个更大的挑战 神给我一个更大的挑战 在去年的八月 穆斯斯姆夫照我成为全职服侍的童工 在去年的八月 穆斯斯姆呼召我作为全职的童工 我要形容今次不是稳少一点 我要形容这次不是赚少一点 是稳少 是赚很少 在我脑海中第一个闪出的问题是 在我脑海中第一个闪出的问题是 我够不够钱养我妈妈呢 我够不够钱给我妈妈呢 我还要工楼 我还要工楼 我还有两只毛鞋要养 我还有两只毛鞋要养 我在想我将来退休怎么办呢 我在想我到时候退休怎么办呢 在那晚 在那晚 在我里面对经济那份的恐惧 再次涌在我的心头上 那晚在我心里面对经济的恐惧又再度涌上心头 但我要感谢主 但我要感谢主 神赐了一个很大胆的老公给我 神赐了一个很大胆的老公给我 我很记得迪伟问了我一句 我很记得迪伟问了我一句 你有没有见过你美人乞丐啊 做乞丐 这位人要逃犯 你有没有见过这位人当乞丐 所以在第二天的早上的神徒 所以在第二天早上的晨岛 神用以畅亚书61章来跟我说话 神用以赛亚书26章来跟我说话 神说祂要令我工作这个埃及地 神说祂要令我工作这个埃及地 祂要兴起我来带领下一代 祂要我兴起来带领下一代 神让我想起一幕一幕和年轻人的互动 神让我想起一幕一幕和年轻人的互动 我在地铁上面忍不住一路一路的流泪 我在地铁上忍不住一路的流泪 我就跟神说我愿意将我自己来这里摆上 我跟神说我愿意将自己摆上 当我一回到办公室的时候 当我一回到办公室的时候 我台上就有一张诗篇81篇十节的金具卡 出现在我的台上 我的台上就有一个诗篇81篇的诗句在我的台上 神告诉我 我是耶和华你的神 我是耶和华你的神 曾把你从埃及地领上我 将你从埃及地领出来 你要大大张后我就给你充满 你要大大张口我就充满 我知道神是要来见顶我 我知道神是要来建立我 如今我成为全职同工已经接近一年了 我现在成为全职同工已经接近一年了 我家的收入从来都没有少过 我家里的收入从来没有少过 账面上是少了一半的 账面上少了一半 但是我是一无所缺 但是我一无所缺 现在我住的地方和教会很近 现在我住的地方跟教会很近 我可以随时都照顾到我的毛孩 我可以随时照顾到我的毛孩 神都为了我预备这个很好的居住的环境 神都为了我预备好好的居住的环境 甚至很快让我旧的家可以租出去 甚至让我很快把旧的家可以租出去 现在我有很多的时间 可以跟我妈妈来都去相处 我现在有很多时间可以跟我妈妈来相处 我跟我妈妈的关系更加的贴近 我跟我妈妈的关系更加贴近 神让我成为同工之后任务所缺 神让我成为同工之后一无所缺 我愿这一切还赚到归给我们的阿爸天父 我为一切众赚归给阿爸天父 到唷 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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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